看上去就可能在当下全比较好的一些位置 没有必要啊 就在全比较塞着 跑车 巨幅这波大纳瓦 哎 没了 这一次一波刷屏带走了大纳瓦 这 导播刚一切过来就看到了大纳瓦的一个 是还是假 接得很轻松 巨幅啊也迫切的需要分数 嗯 巨幅比较喜欢那种推起来的感觉 跟牛海比也是一样的 对需要一颗磨刀石 有没有磨刀石 可来给我磨磨 磨刀石 对啊 大纳瓦先来了嘛 对吧 先磨了一下 对对磨一磨刀 他们这种性格这种打法 对我觉得没有磨刀石 有时候真的 打不出来 打得难受 太顿了刀子 确实 是的 天路还在看USG这一边的话 旁边的KDF出墙是把胶梁给放倒了 而且这个位置肯定是扶不了了 呃在蓝圈里倒了还是 嗯一眼了 全新奇区往这个山上有点走 KDF 已经是被发现了 这边有没有想法 这个他其实可以贴到KDF那个斜坡下的 对吧然后这边可以操作 嗯 这边有两个 看一下灵术能不能打再打一个 啊没了SR一颗雷解决了灵术 现在我们这个点回确实是不好不好起身啊 对嗯 熬着熬着坚持就会胜利啊 快赌啊哎呦这颗雷 还是KDF的不好起身啊 呃呦这颗雷 太难受了这个 这个时候真的就希望山下的大哥 屈要把那准一点 哎巨弓来了啊 回来了 打掉了是的 阶级被淘汰的时候 Rin把一颗手雷还把小海给炸倒 炸掉了哎呦 小海今天吃了多少颗雷 我就印象中他一直在被雷炸倒 嗯 已经被淘汰掉了 现在的话外面只成下龙胖拳和小鹿 还是很被动啊 巨弓过来之后 很好轻 天鹿现在这个位置依旧不在圈 他要反卡一手USG 但是现在的话不会受敌 现在要和KDF形成一种默契 就是两支队伍 一高眼极卡这个USG USG真的是左打右打啊 他刚刚还把小熊给打掉了 不还好 我们看到右上角的一个信息 旺仔是先放到近一点的人 旺仔能去跟队友集合吗 队友的话IPO现在北边也在打 这边囤积的队伍还是有点多的 嗯 看风海们两个人 不在这趴着了 选择去这个圈中心趴着 哎呦去服继续磨刀 然后把GX给淘汰掉 我好磨磨到八个了都 淘汰了 看着老徐 老徐没雷了 队友跟上雷龙斯哥跟上 还有雷龙斯哥这么多雷 你给他来一次啊 两个人你起这么急火雷 我觉得 雷加枪的配合 还是没打到人吧 感觉也只能走到这 没倒没倒 马入没倒人 是的 啊这再拖的话乱去过去欠价了 哎终于扎倒一个 扎倒一个之后四季也没有雷了 那是usd来了 usd 帮 f 来打 哦 usd 倒了一个美咖 但是马入的人确实是太少了 还是被 usd 给淘汰掉 我 usd 这一把也有12个淘汰 很高啊 你看上一局 v7 十几个淘汰 这一局 usd 这两个肉两个肉 真的不一般呀 但是你碰到谁了 呦 啊再来一个漂亮啊 老局这一局也是淘汰掉了 usg 那 这个 这一局其实 看巨幅吧巨幅有可以想要 尽量别掉人 保持满边 巨绝在圈 因为场上这只 k.f t.l 的位置 基本上不太紫在 可能被掉人 但豪尔已经拉出去了 他那边单方的面的压力还挺大的 他是要单防那个 f2i 的一侧 依靠头顶上面队友的架枪 对他在买北边的人 头顶队友可以打到 打到 f2i 已经出过枪了豪尾 嗯 暴露之后要赶紧撤 是的 反正队友肯定会给足压力的 在山顶上 确实啊 在这一段时间的话 巨幅这个高点游是太明显 在这段时间 这个现在说完 头顶上面只有他们一个队伍了 这个六圈的圈边 应该是在一个不高的一个 不是很舒服的一个谱 还是得下来 嗯 他也下这个谱 下坡的过程当中 左右两边啊 左边的话是基比尔 右边是fty 都会对于巨幅这个下坡的过程 有点压力 所以说要先打fty fty这两人一定要先 就打倒一个至少 才能安心的下去 就这个呢还是利用吧 就是高点位置还在 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这个可能利用起来 利用这个难拍空间 那时候被篮球没过了之后 这个高点位置就待不了 就能下坡 哎有车有车 这两枪啊 小羊小羊也很准 小羊远点 他的一个连锯也很准 没事有车啊 这个位置也没太多的一个空间了呀 现在好吗又拉过去 可惜没有雷火啊 啊一个人顶着吧 啊有优势 继续卡等队友下来 再混淹 后面还有雷过来了 我的队友也下山啊 头顶上马上不再圈了 下山过来帮队友忙 没事兄弟已经到了安全 哈哈哈 不要罢我们在 10个淘汰啊 现在巨幅10个淘汰 现在上上看一下7边那边倒了一个 啊这么远给泼死了吧 啊 tf 砸倒了一个 能不能补掉 补了巨幅 现在他的状态真的很好 拉屎哥一个人拉出来 本来想做点事情吗 难道是结果还是被抽掉被补了 明明满边的tf 变成了三个 还没乱抽 tdf 刚刚两边都在抽他 我这圈还往北边走了 给机会了呀巨幅 4m 这一边的话是要做防守的做防守的 现在暂时不会去动4m这个点吧 龙中前拉过去有点 他应该会拔一个应该会拔一个我觉得 嗯巨幅应该会拿一个 你看想拿一个厕所啊 这个厕所 因为他拉不开要不他那个位置 对他之前就知道厕所有人吗 这个椅子信息肯定得第一声拔掉啊 把自己的位置给扩开 讲龙中前他多时间知道闪遭害了啊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一步的话龙中前真的没有操作攻击 没有第二个小心千万不能倒 对的 十二个淘汰的巨幅 现在其实也要给足原点kdf 包括这边的压力啊 我好准啊 这个头线干到没 这哇 这这三个淘汰了 不是你看他这个速点的mini 就暴击率 这不叫给压力了 这叫轻轻抄马 哇这这波 这波磨好了这波 这已经磨好了啊 完全体 今天担不死 有特别拉 级别有在后面那个坡 一二票 简化简化简化 左边kdf 两边 二边倒了一个 再救人 没事没事让他们打 二边倒了一个 二边倒了一个 我知道 也很累 没没有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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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把 管不了他 行 我今晚来人了 我赢了 左边 你们俩看我位置 我这来人了 我知道 我能帮你架 然后我能帮你架 知道我怕你们被抽 没事没事 但是我们一会儿我们知道很好躲避的 跟我看近点 那他们的一个听了一下他们的一个队内沟通啊 先想去处理掉kdf 然后与此同时小五那边爆点 近点来人怕自己队友被抽 对 简化交流 他们很注重这个点简化交流 1月是这种时候 信息沟通千万交流不混得乱 小五出枪了 这个位置出完枪之后要小心哪 头顶对小心自己头顶 是的 但是对面也不敢越过这个坡啊 巨幅的枪向网还是存在的 这个影响力还是有的 就现在局面来看的话 最好是kdf两个人在跟GBL交手的过程当中 都有倒地的情况发生 小羊出现又把阿卡德给打掉了以后呢 GBL是可以找到机会去处理掉kdf的 要小心啊巨幅 一定要下注不能再打了 kdf那一侧让出来吧让出来吧 那一侧不能再 给太多压力了那赶紧回来 会合是的 这个圈继续给到巨幅 巨幅连持了三个轻小圈 现在重点还是要放在最后的四打四也好 怎样 kdf那个位置其实他活不了了 不着急 我觉得现在要不把这个事情给回收一下 真的回收一下 对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 小羊的位置再放的话 太危险 kdf把人扶起来是两个人 他一旦想往北渊走 就会碰到小羊 但是呢他可能也会考虑到拦布他们的一个枪 GBL已经开始收缩了 来到了这个斜坡 这个斜坡的话 经典是小宇宙和小五弟弟在扛 然后侧身有一个杏杏 对的 他想利用巨幅去打kdf的过程当中 有一点松陷 然后从侧翼进行出手 不论是利用枪线 还是投注 想找巨幅的突破口 巨幅这一波的一个防守 一定要千万的小心 GBL拉很会找机会 这个位置不好啊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点难受 两边的枪线 kdf要过来了 要小心还是 对对对 阿赫德倒了 他一直在找机会 要小心这个pick 是的 先把kdf卡死 你最后一段 被闪了 没事 旁边还有兄弟 小宇宙在侧身 在架踏头顶上面的位置 对你闪我也闪吧 对方给一颗闪回 回进一颗 对方三个人准备 准备杀人放团了 这些大脚步向前 这边五弟弟弟们的底处被闪到了 有闪的一个影响 快撤快撤 这波GBL想抓太多闪 好多闪 完全是满白的一个状态 再给闪 防守闪 回闪 逼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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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退不着急 先不着急 最强 先先闪 好急 这几秒钟 这两只队伍全是全白 我跟你说 对对对 白平 全是白平 小五和对面两兄弟全是白平 对了 打四了 四打四了 四打四了 顶过这一波就 正面三对三 右边的话两人 battle solo 好吧 很明确的三腰对位啊 现在是一个 对 小杨的枪现在很过劲 抵了抵了 不管了 平枪把 成球先打了一个 成球先打一个 金标正面完全挂紧 五枪 nice 再打一 再来 对 枪杆很好 没问题的 漂亮 恭喜 巨幅 18上 在今天最后一场比赛中成功之际 单场28分 这就是巨幅 直接靠一局冲上来 你看他们突然这个分数 哎 在今天最后一局 里面是拿到一个28分的高分 这一场比赛 手感太好了 这是前面 提大爷说 所说的磨刀石 给他磨好 真的是一块好石头 好石头 GX也来了一波 是啊 他们两波防守都是无压力 又轻松的那种防守 看到没 他基本上 就我没有看 注意看他的头甲 但是我看他的那个效率以及位置来看的话 基本上应该没有说到什么头甲很好 对的对的 就打了几 几乎是打了两波这种 无伤的战斗吧 然后 整体枪杆也上来了 而且还可以摸一下对手的投资物 你看当时小五弟弟在吃对方闪光的时候 小五又掏了多少颗闪光出来 是的 而且旁边你看小宇宙 一直也帮帮在扔这种闪就压着 对 这个时候 GPR就想在TDF还活着 哪怕一个人的时候两个人的时候 他抓那个 有什么事 我看起来 他在有什么事 我也看起来 有什么事